古装偶像剧男主角冯绍峰泡汤沐浴的桥段呢 让拥有好身材的她 粉丝看得是津津乐道 也回味无穷 而这回配合剧组的进度 冯绍峰终于在29号要来台湾了 她说她最期待的就是在台湾泡汤 抱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痛快你的 但是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既然都是女人 咱们一起泡吧 温泉初相遇 冯绍峰带马泡温泉 梦幻背影被林依晨误认为是美女姐姐 经典剧情观众津津乐道 你姐姐你怎么是个男人啊 但粉丝眼睛注意的似乎不是剧情 而是 冯绍峰的健壮身材 长得帅有本钱露一下 泡完温泉就再来一个鸳鸯细水 一个王妃 怎么能会重量上去这个呢 剧中泡汤戏码出现好几回 但观众一点也看不腻 日前也有国外主持人搞笑分析 蓝宁王可能很爱洗澡 大家看看他在戏里很喜欢洗澡 有时候还会弄得像在拍沐浴如广告 波浴俊南冯绍峰29号就要来台湾 没想到他本人也是期待来台湾泡汤 当然夜市小吃也不会放过 一连四天台湾行想必粉丝们都乐着等 要一睹冯绍峰帅气风采 势必又将先解来临风潮 记者阿富斯台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